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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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到台湾 看了实车 决定它有什么配备 才来决定要下单的话 都太慢了 我现在开始 事先预接单 让你做卡位 你可以 有效的在第一批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车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OK 刚刚讲了 大概款已经开始预接单 然后呢 这个东西 要上市已经是 非常非常快速 已经倒数计时中 大概很快跟大家见面了 那有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现行 应该说旧款嘛 还是说现行款旧游戏 还可以那么稳定的销售 一个月五百多台 可见它有多受欢迎 对 可见这个产品 虽然说已经是末期末代 但是还非常受到 台湾消费者的喜欢 没错 因为它行好看啊 对 而且它空间的利用度 等等 这些真的都是一个 在统织里面相对是 不错的一个选择 重点它画的是冰式 还是回到一开始我讲的 台湾人真的很爱冰式 很爱买冰式 所以也可以预计 大概从明年 我相信大概就有机 应该有机会在 明年的农历年前 看能不能拼交车 拼交车 我觉得有机会 其实原本在第二季末的时候 经销商那边传出来的消息 应该要年底 今年底 现在这个时间就要来了 没错 对 那当然因为 刚刚讲的战争也好 然后学景片也好 等等的各种因素 造成它已经延期了 那我觉得 总代理 台湾兵是一定很想 赶快推这台车 因为它旧款也没得卖了 搞不好这是最后一批了 那我觉得它一定能够希望 我觉得有机会 在农历年前 农历年前 开始交车 让大家在过年前开新车 我觉得非常重要 好 派你赶快去问一下冰式 看完了进口车的销售 Top10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掌握一下 接下来还有两款重量级的新车 大家引颈期盼超久的 来 坤仁哥 你有没有掌握到最新消息呢 有 我觉得这个 这个X-TRAIL 这个E-POWER可以说是 Nissan 玉龙 它最重要重中之重的一部车 我们刚才讲 因为刚才讲 你说KUGA会推出 新年事 然后UIS会有一个逆友 都是以防它 就是准备冲着它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全新的X-TRAIL E-POWER 它已经刚揭露消息了 它会现在怎么样 先开放600部的一个预购 对 那这600部 它刚开始 E-POWER会用进口的方式 日本进口的方式 600部线那他也学了什么 也跟Last Gen一样 用了什么线上的销售 行销的模式 你现在预缴1000块 你就可以优先很多 10项的一个礼遇 可以先赏车 或是风管来去看车 那个很多很多礼遇 对对对 非常礼遇 只要1000块就好了 他们已经有最新的 那个销售手法 我觉得非常好 对 线上就这种行销手法 而且我觉得只要 跟电动挂商的关系 这种线上行销都还蛮热门 真的 对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除了是全新的一个车体车型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是它这个E-POWER 那它这个E-POWER 我觉得它采用的是1.5升的VC TURBO 连这个虽然这个引擎是要帮电池来充电的 但是它这个引擎的科技也是非常满 1.5升的VC TURBO 然后再加上呢 离电池 它整个最主要 平常当然就是电动在开 它一直 玉容这次有个行销口号 我觉得很好 不用充电的电动车 对 它就是 第一个解成 已经解除了你的里程教理 就是自带充电的 自带充电的 就那个VC TURBO引擎 它就是一个充电的 它就是一个充电的 所以它说不用充电的一个电动车 哇 这真的对现阶段来讲 太酷了 对不对 对 好 那除了这个很厉害的黑科技外 那再配备也完全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比如说它的全速 全速位移标吧 12寸的全速位 还有12寸的中控萤幕 也变大了 对 都变大了 太棒了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它整个HUD 然后环景式的一个BOSS的音响 然后再来再来 主被动PROPILOT 这种智慧驾驶辅助系统 也有到达Level 2了 对 都到Level 2了 而且全景式的天窗 脚踢式的尾 哇 你刚才你想得到的配备 它都全上了 都全上了 而且它用进口的身份 表示它用客车 对 用客车的证 是不是 没错 没错 但是在价格上 不然你说它大概会是多少 我不知道 150吗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到150 130 它大概130到140之间 那这样还蛮有竞争力的 如果是130多的话 对 对 对 那感觉上是可以的 对 而且它还有一个黑科技 我刚才没有讲到 就是E-Force 它采用四轮的一个驱动 OK 四轮驱动 电动前轴后轴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非常的精彩 所以它也采用非常 非常新颖的一个行销说法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关注 对 好 再来看Focus的Wagon Wagon我觉得你看 大概刚才也讲过嘛 这个你看它就是 小改的它会 第一个会先用Wagon 来跟消费者来见面 你看它这个全新的车头 下七八 那当然里面的那个荧幕 是不是跟国外一样 采用的是大荧幕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有问耶 是吗 有吗 他们说没有 我说啊 怎么可以这样 我觉得成本考量 大概成本考量 大概 但是所以它会先以Wagon来面试 而且在明年年初 2013年初 它就会面试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值得 相当值得期待 而且是什么 国产车的第一部修旅车 第一部旅行车 对 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其实大家都在等待 这部车 就等待这部车 那到底有什么作为了 明年2023年初就会有了 2023年 再等一个月 了解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oniq 5 N 这是什么意思 N就是它的性能版本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Ioniq 5 我们知道它在全球 还有在台湾 都销售非常非常的好 那它现在警觉要推出 它的性能版本 它是个性能版本 你看它的姐妹车种 KIA的EV6 GT 有没有 其实是一样的一个level 那你看GT它现在输出在575匹 那它这个我相信它的马力 至少也大概是那样的水准 或甚至到600匹都有可能 像它这个总工程师 有没有那个Alberbin 有没有 它就强调说 对 它的马力会是一个重点 但是它觉得重点就是 怎么样在电动车上 驾驶者有驾驶乐趣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考量 所以除了大马力之外 它觉得它希望赋予什么 这个电动车因为没有声音 它希望赋予它有引擎的声音 对 它们在对这种调教 它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花心思的 那当然全车的一个空力套件 里面的一个N的一个 一个比较战斗化的一个内装 一定都会有 而且这个也是明年最快 搞不好第一集就会有 就会有消息了 了解了 好 谢谢坤仁哥